鄉親要來看這相親的消息 就是這個國土三號棒山現場 剛剛這九蘭明媛已經搖到一台 丟在那裡的車 現在有來進行救救車 有來到現場去台幣了 相親的總統要去吃吃一家 來趕快吃一家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朋友 再度帶你來到國道3號的這個崩塌的現場 就在剛剛呢這個現場疑似是挖出了一個汽車的殘骸 而這車輛的殘骸看起來呢 像是這個失聯的理性女子和國姓男子 他們所駕駛的運勢轎車 那麼呢 目前現場正在勘察說 這個繼續挖來看看說 是不是這個確定是這輛兵士車 我們來立刻看一下現場的情形 好 你可以看到呢 現場這個救難人員是拿著機具呢 衝向這個發現汽車殘骸的現場 而國軍手上拿的就是這個生命的探測儀器 希望能夠來探測到是否還有這個生命跡象 那麼包含呢這個救護車還有單駕 也都來到現場來待命 不過到目前為止只有發現到殘骸 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到更多的線索 那今天呢 原本高空局勢預估說 今天入業之前呢 應該都不會找到這個車輛 不過呢 看來這個進度是蠻超前的 而且就在邊坡的地方 就發現疑似這個汽車的殘骸 不過這個目前呢 現場的情況仍然是並不明朗的 因此呢 我們會持續在現場守候 有最新消息 隨時帶您來到現場 先把時間盡頭還給主播